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 志工系的網頁就可以找到我的網站 找到我的網站之後呢 我把字體放大一點 這邊就有一個科學計算 右邊數來第二個 你點進去 科學計算網頁就出來了 那科學計算網頁 我不曉得這樣 後面看得到嗎 最後面 最後面同學看得到嗎 有人在看得到 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好 再大一點 看得到嗎 是字體的關係還是對比的關係是 後面看得到的請舉手 有幾個看得到 幾個看不到 看不到要配眼鏡了 我會盡量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網頁上面 包含最新消息 課程大綱 進度 期末計畫等等 有的沒的 那我現在很快的說明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課程大綱裡面 包含我們上課各式各樣的規定 還有我們要教的東西 好 我們這門課叫什麼呢 叫做 Scientific Computing 科學計算 但科學計算這個名詞實上是非常模糊 事實上所有的計算都叫科學計算 那為什麼我會強調科學計算呢 以前我們事實上有一門課叫做數值方法 我現在你們應該都沒修過 那麼數值方法就是 各位有修過線性代數吧 有修過線性代數的請舉手 都修過 有修過 微積分的請舉手 應該都修過 那有修過統計的請舉手 統計的只有少數幾位 那麼簡單的講呢 我們之前講的數值方法就是 線性代數的延伸 再往前走就會走到 從線性代數再往前走就會走到數值方法 但是各位學線性代數的時候 請問各位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我想你各位一定知道幾個名詞 第一個叫做 Linear Transformation 好 假設你不知道那沒關係 你知道有聽過什麼叫 eigenvalue eigenvector eigenvalue eigenvector有聽過請舉手 都舉手了 對不對 表示有修過嘛 行列式有聽過吧 行列式應該高中就學過了 好 那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eigenvalue eigenvector 做什麼用 來 剛剛舉手那麼多人 有沒有人能夠回答我 現在回答就算問一個問題 現在就開始算了 各位能想出一個 eigenvector的應用嗎 用在哪裡 不可能都不會吧 你們線性代數是誰教的 哪個老師 哪個老師 沒有 誰 不知道 不記得 現在是誰教的 電機器 電機器 好 電機器也可以 洪樂文老師 喔 洪樂文老師 那個 打拼嗎想那個 對 洪樂文老師 他有沒有跟你講 eigenvalue跟 eigenvector用在哪裡 有吧 有 好 用在哪裡 我忘了 你忘了 那自工系呢 這邊應該很多自工系的吧 同學 來 你是我專題生 不是 誰教的 線性代數 理論性教授 喔 理論性老師 他就在我隔壁 應用在哪裡 好 你看 問了兩個人 一個電機器 一個自工系 通通說不記得了 這就是線性代數的問題 你學完了以後 你根本不知道做什麼用 這是普遍的問題 這是普遍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不是很容易解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用就用到很複雜的問題 要跟你們講 很難講 很難能夠講到 讓你們能夠了解 但是呢 他理論上呢 線性代數完以後呢 他就直接跳到 數值方法這門課 但是數值方法這門課呢 一下就變得太複雜 好 各位學 有了嗎 好 這個好多了 我在那邊吼 那我就要帶兩個麥克風了 雙槍匣 好 有沒有聽到 沒感覺 他是可以調大小聲嗎 喂 這樣有聽到嗎 好好好 這樣我就不必用吼的 我們剛剛講過 各位學完線性代數 知道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知道 一個對稱矩陣 對稱方陣的 eigenvector 都是 osogono 記不記得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東西啊 一個 矩陣如果是對稱的 它的 eigenvector 都是兩兩互相垂直的 那你會覺得 學生意到底要幹什麼用 這跟我當初在學 線性代數也是一模一樣 老師在台上 講得口默橫飛 台下都是 斜眼看老師 不然眼睛就閉起來了 然後問到應用在哪裡 其實很少人知道 但是確實它有很多應用 但很不幸的是說 從 線性代數 跳到下一門課叫數值方法 數值方法在教什麼東西 教你怎麼樣求解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好 各位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怎麼樣解 eigenvector eigenvalue 你就記不記得一個方程 一個矩陣 然後減到一個lambda 行列是等於0 然後就把lambda解出來 lambda解出來 帶回去之後 找它的什麼 乘上某一個東西等於0 它的 eigenvector就出來 但那個只是數學上很漂亮 我說我這樣做可以做得出來 但真正在計算上的時候 它沒辦法這樣算 它有各式各樣很小的技巧在裡面 那就是數值方法要教的東西 但是講了老半天 它跟你講說怎麼解 eigenvalue跟 eigenvector 還是沒有跟你講應用 你還是整天模模糊 是到底做什麼用 一旦你不知道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你就會學不好 你就會不想學 所以我們中間才有一門課 叫 scientific computing 所以簡單講 scientific computing 是介於線性代數和數值方法的中間 它強調的是什麼呢 強調在於應用 讓你看說 就有各式各樣的應用 你學了線性代數 你到底要用在哪裡呢 我們科學計算這門課 讓你知道它可以用在哪裡 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因為這個線性代數實上是很抽象的東西 你要立刻找到一個 讓各位聽得懂的應用 其實是不太容易 但是呢 我們就想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好 我們回到這裡來看 線性這個數值 本來都講錯了 科學計算 是 這英文不用念了 是要 讓各位講解科學計算的一些概念 它的理論 它的實作 但是呢 我可以簡單講 我可以把它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叫Programming Programming就是要寫程式 所以我們這文課會花很多時間在寫程式上面 但是不是讓各位寫很複雜 很容易出錯的C語言 也不會讓各位去寫HTML 那個東西跟這個完全無關 我們要寫的是MainLab 後面會再說明 所以第一個重點是Programming 要能夠寫程式 第二個重點呢 是要講它的方法 Methodology 那Methodology呢 當然你要用在科學計算方面 我們之前講過什麼 eigenvalue eigenvector 那也是方法 但我們這邊會講得再更深入一點 譬如說你怎麼樣解這個 叫Least Square Estimate 這我相信在線性代數裡面是沒有講到的 但是你只要有線性代數的基礎 來學這個東西 就會快很多 那像我這邊挑幾個 譬如說Polynomial fitting 這說不定線性代數也有講到 這個我不確定 其實這個Polynomial fitting 在哪裡有講到 我記得在我國中二年級就學到了 Polynomial fitting 各位記不記得 一堆點給你 那你要找出一條直線去逼近它 有沒有碰過這樣的問題 那這是不是國中二年級就學到過 你把它減一減 然後就變出一個 它的目標函數就是一個二次方的式 二次方的式你就把它轉成 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不是等於0 就Y等於AX平方加BX加C 然後你要求解它的最大值 或是最小值 有印象請舉手 可能都沒有吧 沒印象請舉手 完全沒印象請舉手 不敢舉手了 所以你們都有印象 所以那個東西事實上就是 我剛剛講的Polynomial fitting的一個 基本的形式 就是說很多點 我只要找出一條直線去逼近它 或是找出一條拋物線去逼近它 這叫Polynomial fitting 再過來呢 講的叫interpolation 跑到哪裡去了 在這裡 interpolation叫做內插法 內插法就是給你幾個點 你要把它連出來 在哪裡用得到呢 有沒有人能夠說明在哪裡用得到 各位一天到晚在看電影 電影裡面一天到晚在用這個東西 你要做一個玩具總動員 你要畫出一個人的臉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記錄下來 你是記錄它的邊緣幾個點 記錄下來以後用內插法把它連起來 這叫interpolation 概念上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呢 我們就不仔細講 所以這是有關於方法的部分 第一個要programming 要寫程式 第二個相關方法要知道 第三點呢 應用 這就是難的地方 所以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夠小的應用 然後呢你能夠用到你線性代數數值方法 不要講數值方法 科學計算所學到的技巧 然後來去解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列出了幾項應用 我不見得每一個都會講到 但是我會盡量 第一個呢叫simple games games各位玩過最簡單的遊戲是什麼 叉叉圈圈嘛 有沒有 井字號叉叉圈圈 你怎麼樣教電腦去跟人玩這個game 那就是最簡單的game 那我們會稍微再講一些更複雜一點的game 那甚至呢 我們會有一個遊戲 是讓各位 用 你要寫程式來玩這個遊戲 那玩這個遊戲 大家必須把你的程式碼交上來 讓助教幫你跑 然後大家把成績列出來 看誰寫出來的程式 最會玩這個遊戲 那至於什麼遊戲呢 那個遊戲很像賭博的21點 21點各位有沒有玩過 沒玩過的請舉手 有幾個沒玩過 那20點算是很簡單 你就是跟裝家要排嘛 如果是小於10的就算10點 你的點數就是你的分數 但是如果出現人頭的話就算什麼 算半點是不是 我現在想到 對不對我現在有點搞混 因為有國外加21點 國內就要10點半 所以剛好對半切 然後反正你就要排 要到最後你覺得好了就好了 然後裝家也是拿牌之後 他就會舔兩個一比 所以分數比較高 但是超過那個分數就會怎樣 就爆掉 就全輸 那每一次拿到牌 你知道說你已經拿多少牌了 你就決定說我到底還要不要牌 要了爆掉就沒了 但是如果你牌點數很低 你就可以繼續再要牌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寫一個computer game 然後跟電腦玩 然後帶他來比一比 看誰的策略能拿到最高分 這個是其實蠻有趣的 我一直想主持這邊所有人 各位有看過那個電影叫21點嗎 決勝21點是 一個MIT的教授帶領一群學生 到賭城裡去賭博 然後利用計牌的技巧 賺回來一堆錢 但那是太難的事 台灣也沒賭場 我也沒辦法帶你們去 所以有可能 如果說我們寫在程式碼夠好 有可能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第二個應用叫PageRank PageRank各位有沒有用到過 有嘛 一天到晚都在用 各位每天都會用到Google吧 你東西一送到Google裡面 他就用PageRank這個方式 來做排序 來去找相關的網頁 然後出來後去做排序 那PageRank 事實上就是用線性帶出的方法 來解決到底哪一個網頁最重要 因為網頁都是連過來連過去嘛 那被連得越多當然是越重要 那裡面就有一套方法 讓你能夠計算 每一個網頁它的重要性 然後Factors Factors叫做 中文叫做什麼 碎形 那Factors就可以讓你產生一些很炫的畫面 那那個畫面呢 其實是用一些很基本的數學運算把它堆疊出來的 那Factors應用比較少一點 那譬如說他們有時候用在電影場景的應用 用Factors產生一些布景 那些布景是 譬如說到外太空的布景 那一看就覺得 這不太像是地球上有的景色 那都是用Factors所產生的 再過來 Image Data Compression 這各位一天到晚都在用到 各位你拍張照片下來 它的Size有多大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譬如說你拍張照片1024x768 你有這麼多個Pixel 每一個點叫做一個Pixel 那每一個Pixel裡面又分成RGB三種原色 那這三原色各是用一個Byte來代表 那所以一個Pixel就要吃掉三個Byte 那你乘以1024x768 你就知道這張影像要吃掉多少空間 但是你如果是儲存原始資料的話 當然就要吃掉那麼多空間 但是我們不可能儲存原始影像 所以都要經由這個Image Data Compression 要把它壓壓壓壓壓得很小 所以各位看各位拍數位照片 副檔名是什麼 JPG嘛對不對 JPEG它就有經過壓縮 所以各位可以很明顯的時候 你JPEG的檔案抓來放到一個目錄下 你再把它丟到Winzip裡面去 還可以再壓嗎 沒辦法 壓不起來了 它了不起就把你合成一個檔案 但沒辦法再把它壓下 因為它裡面就是已經壓縮的格式 所以怎麼樣做到這個Image Data Compression 這個我們也會說明 其他呢是Speaker Identification和Verification 就是說各位錄一句話 我寄到電腦裡 下次請你隨便講一句話 我就可以辨識出來看你是誰 所以這叫Speaker Identification 再過來Face Detection Face Detection也很有意思 尤其是我們這邊拍張照片 然後請電腦幫我算 裡面總共有幾個人 做得到嗎 很難 但是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說一張照片裡面 請電腦去直接去偵測 Detection叫偵測的意思 人臉偵測 去找出來裡面總共有幾張人臉 當然有時候會出現靈異照片 就是突然牆壁上浮出一張臉出來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反正電腦在辨識 但這是人臉偵測的部分 但偵測出來要做什麼呢 Face Recognition 叫辨識 所以呢我一直在想說 只是我到現在還沒做出來 我應該在這裡放一個Camera 這兩個Camera是照我 這邊再放一個Camera是照各位 再一照我就知道說 那個人到底有沒有來上課 因為第一個偵測看有多少人在上課 第二個在辨識 辨識某某人有沒有來上課 但這個我覺得還是有點困難 因為拍下去可能resolution不夠高 resolution還不是一個問題 更大問題是到底要怎麼算這件 算說這個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人臉 這是困難的部分 但這個最後一定會發生 只是我不曉得在哪一年會發生 就像在我跟你們年紀念大學的時候 我根本很難想像有Email這個東西 也不會想到說每人都有一支iPhone 隨時在那邊打卡 隨時在那邊打卡 隨時上Facebook上傳照片等等 那都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那現在就全部發生了 那各位知道 Google有出一些Service 像Google Map Google Earth 各位都知道 它甚至有出一個Service 就是說你拿著手機一拍 比如說直接一拍 拍我們的台打館 一拍完以後 它就直接把照片送回到Google去比對 然後就跟你講說 這一間是台打館 不過台打館可能還不行 拍那個巴黎鐵塔可能就可以 拍完立刻辨識說 你到底人在哪裡 這個景色是在哪裡出現的 那這個東西一直發展下去 各位也知道這個Facebook上面 你可以去label人臉嘛 這個人是張某某 這個人是陳某某 這個人是陳某某 那有沒有自動辨識的功能 有人跟我講已經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做得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以後 你根本走在路上 看到對面一個帥哥或是真妹過來 拍張照片 然後搜尋一下 這個人身高年紀體重 就全部出來了 只要你願意公佈你的資訊 比如說我願意公佈 我是張某某 我的身高年紀體重在哪裡上半 等等 放到Google上面 那你拍張照片 一比就比出來了 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 我覺得將來也會發生 這所有事情都會 那現在監視器這麼多 各位作證的事情 全部都會被拍到 所以被拍到完之後呢 現在就是怎麼樣做辨識 辨識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或是他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辨識方面 將來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但這裡面都牽涉到很多計算的問題 那我們其中一大部分 就cover在我們的科學計算裡面 那當然還有一些傳統的解 這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這個跟我們資工系 當然離比較遠 一般來講這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大部分是很底層的問題 就是可能是電機系列會碰到 可能是材料系列會碰到 但資工比較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簡單講 我們就cover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programming 要寫程式 而且是站在很重的一塊 第二部分呢是methodology methodology介紹我們會講到哪些方法 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application 那其中呢 佔最多的呢 還是在programming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有問題的同學可以隨時舉手 一舉手 助教就會幫各位登記發文一次 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同學 我會介紹這些application 介紹完我會有data丟給你們 你們有時候是要做一個小的project 有時候要是做一個 就寫一個小的小的 用你的名字講叫編程 編程解這個問題 但是不見得要讓各位 你如果有好的application 你可以把你的資料拿過來 我可以發給大家做 但是基本上是我會去找application OK 好 Perequisite 你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其實我剛剛已經調查過 通通都有 第一個你必須知道基本的微積分 第二個你必須修過線性代數 這兩個是必要的 好 我們的textbook textbook MateLab程式設計 入門篇和進階篇 抱歉 都是我寫的 所以 所以你上網點一下就知道這個書 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還有一本是叫cliffmoller寫的 但這本書基本上它是 以pdf的形式放在網頁上面 所以你直接可以把它下載回來 那有關於cliffmoller這個人 我們後續會再介紹 cliffmoller事實上就是MateLab的創始 第一版的MateLab是由他所寫出來的 然後reference 參考書呢 這邊是Numerical Computing with MATLAB 也是cliffmoller寫的 那這本書當然就比較偏向技術層次 講比較有關於Numerical Computation方面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看Office Out 各位同學如果有問題的話 要找我 電話在這裡 我很大方公布出來 請隨時打我電話 不要寄給我E-mail 因為我E-mail回不了 抱歉各位可能還在想E-mail就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一直進來 那我東東回不了 所以有事情請打我電話 直接打我電話 當然 麻煩先打助教的電話 助教 有些問題助教可能就辦法解決掉 但助教電話我不知道多少 不過助教可能可以收E-mail 所以可能先寄E-mail給他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隨時 歡迎各位隨時打我手機 我們就可以跟我約時間 然後跟我談都可以 然後我們的Lecture Format 就是我們的形式是怎麼樣 基本上呢 當然今天第一次開學 所以不算 就不會整個上完 我們基本上就是上兩堂課 就是第七節 第八節 然後第九節就全部帶到電腦教室 直接上機 所以我就會把作業發下來 然後當場立刻就做 做完立刻Demo給助教看 一個禮拜的作業就結束掉了 所以各位千萬記得你修這門課 禮拜二晚上不要排任何事情 有些作業是蠻容易的 兩三個小時就解決 但是作業有些會深的 就是讓各位會一直忙到10點 11點 12點都有可能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說 Programming很重要 因為這門課就是讓各位知道要怎麼做 事情 怎麼樣解決問題 所以禮拜二不要排其他事情 但是現在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修課同學會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的電腦教室市場也塞不下 兩間合起來也塞不下是不是 這個是我必須想看要怎麼解決 那就是輪流呢 一半第一個禮拜 剩下一半第二個禮拜 也不行 因為現在卵石佔了 我們第九節上去只能先用一間 然後六點之後才兩間都用 六點之後兩間就有了 那很好啊 五點到六點各位去吃飯 吃完飯回來 剛剛好啊 還可以去超常跑步去超常去籃球場打個籃球 籃球場就在隔壁 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話 那六點就開始 有自己的no book的請舉手 我看有幾位 那也蠻多的所以 老師啊 其實我們不能借孝季宗嗎 借孝季宗 對 來 助教肯要去問一下 夠用嗎 孝季宗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這個時段的話 大概都會有兩間教師的空間 然後一間教師大概都會有 就是這個都會這樣 我們現在修課的人有120位 我是說就是 就是我們系上的兩間教師 然後再加孝季宗 你系上的一樣 不然就這樣 應該就夠了 不過我不會分身 啊 我其他人講 我會去後路看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問題容易解決 而且剛剛一舉手 很多人幾乎一半以上都有筆電了嘛 大不了就是電腦教室旁邊開間教室 有筆電就直接進去用自己的筆電 一樣可以做作業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筆電 那沒有筆電的同學 當然就是要去到電腦教室裡面 用電腦教室裡面的電腦來做作業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這學期要接什麼社團幹部 禮拜二晚上有什麼重要活動 談電腦等等 那就不要休了 直接退掉 因為真的會花時間下去 但是你要花時間才能學到東西 來 所以針對我們筆電的使用者 交給我們Mailab的代表 這個也要研究一下 我記得 我記得是 只要你在學校裡面用Mailab 可以經由集中的license連過去 然後你就可以用 用 用 我們學校授權版的Mailab 但是 重點是我不曉得 同時上去用的時候 它學校到底license到底有幾個 可以讓我們用 一百個 一百個是不是 一百個那應該夠了 一百個 所以一百個就全部被我們上課同學 全部被把它吃掉了 全部被把它吃掉了 一百個就是一定要做完 最好是禮拜二就把它做完 因為禮拜二所有人通通在 你問助教 助教會給你提示 一直給你提示 提示到你做完為止 你如果說 好我禮拜二有事情我不做 然後我回去 我禮拜三再來補教的話 可能分數也會扣分 扣掉一點 而且當場助教沒辦法給你任何提示 你碰到任何問題 助教都沒辦法幫忙 那晚上有些人被賣 就是到幾點沒有 沒有 你願意到幾點助教陪你撐到幾點 這樣夠豪氣吧 助教在這裡 我替助教講 好 各位還沒什麼問題 那麼剩下要講的是 我忘了自我介紹 我叫張智欣 你可以叫我Roger 也可以 Email在這裡 這個我的辦公室在這裡 但是馬上要搬了 所以這個有寫跟沒寫一樣 因為我也要搬到台大館 Extension這個學校分級號碼 這可能也會變掉 不過無所謂 我的手機應該是不會變 而且手機很好寄 各位看過一邊應該就可以寄下來 好 那我們的助教 葉子俊同學 來站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鼓掌歡迎一下 各位以後的作業的demo 各式各樣事情都要找葉子俊 那同時一個可能不夠吧 到時候可能還要 再找另外一個同學來幫忙 所以可能還會有其他助教來幫忙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這麼吃力 好 我們的Programming Language 基本上就是用MateLab 因為用MateLab它比較容易 把你要做的東西很快就寫出來 各位如果寫過C就知道 C你要開一個矩陣你要做什麼事情 除了它的size固定 你可以直接把它寫死出來 其他人就要 要做什麼 要Allocate Memory 要Maloc或是Kaloc 然後Memory進來了 好 我要長度是100的相當 你先Maloc出來 好 你就在那邊做這個 很高興把東西塞進去 然後算了算了算了用 segmentation 4 Bus Arrow 你就是一越過比100 你用到101它就給你出問題 而且這種問題是怎樣的 有時候會發生 有時候不會發生 各位都有經驗吧 各位都寫過C吧 這個問題在MateLab裡面 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要舉證要多少有多少 你根本就不用free它 用完就把它剃到一邊通過不管它 所以這個讓我們能夠focus 專注在它的計算上面 而不是在寫那些小細節的程式 所以我們會用MateLab 加上MateLab它有很多現成的東西 譬如說你要算 eigenvalue跟 eigenvector 就一個命令進去答案就出來了 你根本不用擔心說它裡面是怎麼算的 譬如說我如果叫各位寫一個C程式碼 來算 eigenvector 各位要怎麼做 各位寫一個禮拜都寫不出來 那個不是說按照課本上 課本上這樣做完就出來了 我丟一些很特殊的矩陣進去 你就會down掉 因為它有很多data也是要scale up scale down 譬如說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知道三點構成一個平面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給你三點 那你可以把平面算出來吧 這夠簡單吧 但是如果三點貢線的話呢 你會算出什麼東西出來 那就沒有唯一的平面啊 對不對 三點貢線你就等一條線上面 我這個平面可以繞來繞去啊 只要經過這條線就可以啊 但是偏偏這三點很像要貢線 但是又沒有 差一點點 這會發生什麼問題 這會發生你在計算的過程中 它只差一點點喔 你去除這個很小數 一除就出現無窮大 那個平面就 會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 數值方法裡面常常碰到的問題 對於這種很小的東西 你要特別注意 我小時候常玩的一個遊戲就是 電子計算器上面不是有開平方的 運算嗎 對不對 你打一個9999全部打9 一直把它開平方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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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會變成多少 變成1嘛 開了幾次方會變成1 我記得是開了70幾次方就變成1了 好 那好問題 最後變成1啊 那我如果1把它平方再平方再平方再平方做70幾次 會不會變回原來99999 不會嘛 就不見了 因為你一直開平方一直開平方 那個尾數一直被你砍掉或是進位 東砍西砍就不見了 這個只剩下一個1啊 這就是數值方法裡面常碰到的問題 這很多小trick我們上課會再講到 所以我們的 Programming Language會用MateLab 用來計算各式各樣的 Linear Algebra裡面的東西 又來畫圖也很方便 又來做動畫也很方便 好 最後各位最關心的叫做 Grading Policy 算分數 好 百分之十是什麼呢 課堂上的互動 不是只有我在動而已 你們也要動啊 對不對 你要我問問題你們要能夠回答 對不對 那你要來上課啊 你不要點名不到啊 所以我特別強調一點 我會點名喔 我不是不點名喔 那點名不到就扣分 那當然如果真的有事情 當然你可以來請假 這是OK的 所以百分之十呢是Cose Participation 包含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 你問一個問題就拿到一分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題已經拿到一分了 那你還沒問題現在都還是零分 那有問題就趕快舉手問 那助教你要稍微登記一下 各位剛剛有問問題的同學就來找助教登記 姓名學號 好 我們就 最後就會登到database裡面 然後最後又一起算成績 那百分之五十呢 是會有十到十五個programming assignment 就是我們的作業 下禮拜就開始了 所以下禮拜一上完課五點 好 我們就 就帶隊到電腦教室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作業 不是五點吧應該六點 五點到六點讓各位吃飯 吃完飯然後就可以開始去做作業 那你會覺得說好累喔好煩喔 但是各位記得喔 你知道今天忙完了 這門課你就什麼都不用管 你就再等下禮拜二再繼續來上課 做作業 所以你就不必擔心這門課 你知道一天的時間就把它全部搞定了 所以這邊有百分之五十呢 是programming assignment 剩下百分之四十呢 是什麼東西呢 是考試或者是term project 但是一到去年的經驗是只有考試 因為term project很難界定 然後因為各位都還是大三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都還搞不太清楚 所以叫各位做project 通常做不太出來 出來的東西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吃力不討好 所以最後可能是有考試 然後來決定 佔百分之大概四十左右 我這邊都寫oversold就是大概 我為什麼要寫個大概呢 因為有時候助教會反映說 這個作業好像同學們都抄來抄去 那抄來抄去很簡單 我就把這百分比降低嘛 那考試百分比拉高 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同學在做作業的時候 大家可以討論盡量討論 你用什麼方法 我用什麼方法 但是code不要給別人 我用算 eigenvalue方法 那我就回去寫寫寫寫寫 你用其他不同方法 我可以交流一下 盡量討論 但是不要把程式碼直接給別人 你要自己親手下去寫 好我們來看看 所以有關於這個grading policy 百分比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看 類似的課程在哪裡有發生過 好 這邊是我昨天稍微翻了一下 實際上scientific computing是 以前是基本上是沒有這個課程 以前就是數值方法 但是後來發覺這個計算方面呢 有很多好的工夫 這個才慢慢有scientific computing 這門課出來 好 各位看看 像第一門課是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computing and the problem solving 這個是更明確一點 就是說科學計算 同時呢 problem solving 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是 Compute Science 就是也是 我們台灣叫資工系 這個美國叫電腦系 其實是一樣 就是資工系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學開出來的課 各位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抱歉這裡沒網路 沒辦法點 各位回去可以自己點進去看看 裡面 它也是全部都用MateLab 再教整個過程 好 然後第二門課呢 叫Scientific Computing in MATLAB 它是更點出來 我們就是用MateLab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 這是Math Department 數學系 Colorado University 那各位可以點進去看看 裡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教材在裡面 那第三門課呢 是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computing 這是School of Computing University of Utah 猶他州 猶他大學所開的課 醫師們是Scientific Computing Math Department 紐約大學開的課 各位可以進去看一看 看他們教的東西 和我們教的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邊呢 也可以分成 就是兩個極端 像第一門課 這個東西教的都是 基本上就是在教MateLab 用MateLab 用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其他有的課呢 像這個 這個Scientific Computing 這邊其他課就會比較偏向 數值方法 比較偏向怎麼樣 譬如說怎麼樣去算 eigenvalue 怎麼樣去算行列式 這類的事情 那那邊呢 就是比較偏向 演算法的東西 所以我們等於說 在一邊呢 是直接偏向寫程式 解決問題 另外一邊呢 是偏向方法 跟你講各式各樣的方法 那我們這本課呢 應該是介於 三分之二 比較偏向寫程式去解決問題 三分之一或者更少 偏向介紹一些方法 那這些方法是 Linear Algebra 線型代數的延伸 好 這邊 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剩下時間呢 我做一些簡單的demo 讓各位看一下說 Meader能做什麼事情 那應該是 不用太久 二十分鐘應該可以結束 那我們中間就不下課 demo完我們今天就結束了 那剩下各位要回去想一想 說到底要不要修這本課 就是禮拜二一定要花時間下來 你就假設禮拜二十二點以前都沒辦法回家 那我們就做做做 從六點 吃過飯六點 做做做做 最晚會忙到十二點 但是你要忙到一點兩點 住假都會陪你 最壞的情況下 住假應該會在 因為住假也想回家 應該是十二點一下 趕快把利空出鏡 說可以這樣做 你就這樣 可以這樣做 趕快讓你們把它做完 但是當然先做完的同學 分數就會比較高一點 或是用的比較好的方法 分數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想大概十二點住假 應該也會受不了 所以各位要預計就是最晚 最快的情況下就是十二點 才能回到家 對於這門課的簡介有沒有什麼問題 調查一下 資工系的請舉手 大部分是 電機系的請舉手 電機系也蠻多的 動機系的請舉手 一兩位而已 其他是什麼系的 非資工、非電機、非動機的請舉手 不多 所以大部分是電機跟資工 如果其他 你如果非電機、非資工 我如果講到的一些問題 或是講到一些概念 你們不懂的話 你們要讓我知道 因為 有些東西在電機、資工 是視為理所當然 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如果你們有不知道的話 你就趕快舉手問 好 我們來看一下MateLab的Demo 這些Demo在哪裡可以看得到呢 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從這裡有一個MateLab Toolbox工具箱 我剛剛才放上去 把一些比較有趣的Demo放上去 好像不在這裡 我看一下 沒關係 我還記得 我們直接看Demo好了 第一個 這個 抱歉我要坐下來 我們先看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東西呢 叫Lawrence 它是一個微分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呢 你可以去解它 比如說 颱風要來的時候 颱風在那邊 或是融捲或在那邊捲的話 你可以都可以用微分方程式去描述 它的運動 那它這個微分方程式呢 讓你解出來看得像是彗星在旋轉 我們直接跑 看得到嗎 跑太快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把 我先把我的電腦降慢速度 不然有時候就是跑太快 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因為 從哪裡進去 電源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現在是高效能 我把它改成省電好了 再跑一遍 還是跑得超快的 那麼 因為現在電腦實在太快了 各位可以看到它好像一個 就是一個流星拖著尾巴 繞著兩個 兩個中心點 這邊繞著繞著 就跑過來這邊繞著 這邊繞著 這邊繞著 那你會發覺呢 它這個軌跡呢 第一個呢 它不是周期性的函數 它一會兒變大 一會兒變小 一會兒變大 第二個呢 它不會收斂也不會發散 那第三個呢 它只要前面有稍微偏一點點 後面的軌跡就會差很大 所以叫做Kaiotic 叫 翻成中文叫混沌方程式 所以混沌方程式 前面差一點點 後面就差了天差地 會讓你不知道說 它的Initial Condition在哪裡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用MayLab 做一些Simulation 做一些模理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整個表現是怎麼樣 當然你可以去解 維恩方程式 但解出來之後呢 你得到的只是一堆數值 得到是在二度空間中的點 那這樣 進行MayLab 用這種動畫的方式呈現了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知道說它的軌跡大概是什麼樣子 第二個我們看一個也是 也是很有趣的 各位可以看到兩邊是三壁 你可以想像一個盒 架了一座橋在上面 當兩邊同時在動的時候 橋的震動就是這個樣子 就上下震動而已 這可以想像出來 但是如果兩邊的河岸呢 一邊高一邊就低 一邊低一邊就高 那它的震動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把它mode改成2 就會變成這樣的震動 所以兩邊不同的震動會導致這個橋 有不同震動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去量測它在每一個節點 它受到的力量有多大 什麼地方最容易垮掉 那在那個地方加強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工程上的應用 就是很簡單的概念 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計算這個東西 然後同時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mode有好多種 第三種呢 是這樣震動 第四種呢 這樣震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震動 但是你這樣就可以解得出來 就像在洗衣機裡面的水 有時候 洗衣機在震動的時候 那個水會形成一個固定的波形 那種波形也是可以用解數值方法的方式 把它解出來 它還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第五種方法 第六種方法 第七 第十二 但是它到底會怎麼震動 你不知道 但是你就要 就想像說它兩邊力量怎麼拉扯 那每一個節點它有怎麼樣的硬力關係 然後它就會出現各式各樣不同模式的震動 所以這個就讓各位了解說 MateLab就可以算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很容易讓你知道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畫圖 MateLab強項 畫出一個這樣的圖出來 這個可以想像這是一個Nut 就是一個節 像繞來繞去 你甚至可以旋轉它 這樣好像比較好看 這個是三花毛巾的標誌 不過你可以看出來它是一個很奇怪的解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個很複雜的資料 你怎麼樣把它呈現出來 你可以畫這樣的圖 或者是更複雜可以使用動畫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在MateLab裡面你直接找Demo 這個出現一堆可以Demo的東西 我找一個比較有趣的Demo 因為這裡東西太多了 其實在很多的科學計算上 都是用在哪裡 用在氣象的預測 或是地震的預測 各位想想看如果我們能夠預測到說 日本會發生海嘯的話 這個事情可以讓你省下多少人力、財力、物力 但這當然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那我找一個範例來看 應該是在下面 好 看這個範例 我們直接看它弄出來的結果 這是一個大腦的切片 就把它切下來 一片片切下來 那MateLab就可以讓你把所有的資料 把它堆疊起來 然後讓你要切到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它的橫切面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呢 這個圖也很有意思 這個是 你可以想像這邊 這上面這裡 這邊是美國的西海岸 西海岸 所以上面是西雅圖 中間是舊金山 下面是洛杉磯 右邊是美國的東海岸 東海岸這邊是Boston 然後中間是New York 然後再往下這邊是Florida 所以它在量測說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 它的風是怎麼吹的 那風怎麼吹呢 你計算出來就是一堆資料嘛 那你要怎麼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邊它是用這個三角錐 好像是 我們在路上看到的那個 用來分隔的三角錐 或是冰淇淋桶 用三角錐來表示它的風向 那三角錐越大 表示那個風吹得越快 然後用它最尖的部分 來指示它的方向 當然這是一種方式來呈現說 風是這樣吹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中間的風力比較強 旁邊的風力就比較弱一點 那再往下呢 你可以想像說 好 用流線來呈現 我在這裡丟一個紙片 它就看它是怎麼流的 它一直一直繞過來 這丟一個紙片一直一直繞過來 但最後你可以發覺 這邊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有一個龍捲風 所以一個紙片丟進去 它一直捲到裡面就在裡面轉 那這樣的東西在前面這裡 是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因為它在這裡是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因為它的解析度比較低 但是當你把用流線的方式來呈現的話 你就很明顯看到 這裡有個龍捲風在這裡 當然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呈現方式 這個好像腸子一樣 還是一條水管 各位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還沒有仔細看 但我猜這個類似是一個 一個一個點 那旁邊全部都是風速一樣的地方 形成一個面 那把風速一樣的地方一直 一直形成一個面 一直繞過去 就形成一個管狀的東西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種呈現的方式 所以這種叫做 叫做 Scientific Data Visualization 科學目視 就是你有很多資料 但是你只要怎麼樣呈現出來 讓看的人很快就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裡又把它變成帶狀 剛剛前面是管狀 這邊變成帶狀 那這邊最後是整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用好像一個血管一樣 在一個血管流裡面 你的血管呢 顏色一樣的地方 是風速一樣的地方 然後外面呢 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冰淇淋桶來表示 然後又加上一些流線在上面 讓你知道說 這邊有一個龍捲風在上面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Scientific Data Visualization 好 我們再看其他的範例 Slow 慢一點 這個呈現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它有一個L型的一個薄末 那薄末上呢 它這一塊是固定的 這個L在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這邊是固定不動的 然後你去震盪它 你去讓它做自然的震動 它會震動出什麼樣的形式出來 那這當然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 那這個你就可以去計算 事實上這就是用 所謂的 eigenvalue eigenvector去算出來的 那你會覺得它震動 就看起來還滿自然的 好像自然的水波 譬如說你碗裡面放一碗水 你去把它動一下 那就噔噔噔噔噔震動 就產生出這樣的波形出來 那你也會問說這個到底有什麼用 各位看很多 很多電腦動畫裡面 都要呈現出很自然的景色 譬如說女主角在鏡頭前 然後風吹她 頭髮要微微的飄啊飄啊 那那個東西 你到底要怎麼呈現這樣的場景 那理論上是說你一根線拉住 頭髮拉住以後風去吹它的時候 它要滿足某一些動態方程式 動力方程式 滿足什麼呢 F等於MA這樣的方程式 然後不同風 風可能有時候大野是 方向不一樣 那它震動方式就不一樣 那你把這些方程式解決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動畫來呈現 它就會出現這樣的效果 所以風在吹 那女主角頭髮在動 每一根頭髮都要去算一遍 那這樣的話得出來才是比較符合 真實的情況 就像以前在打鬥 有沒有 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在看那個武俠片 那個當然 當他在砍殺的時候 他說怎麼演呢 因為沒有什麼電腦動畫 他就像你演慢一點 所以我一到砍過去 我一直做慢動作這樣 砍下去 然後他在放的時候就把它放快 然後你就發現兩個 打一打去 怎麼動作那麼快 但是都很假 因為你的慢動作 並不會跟你真實的動作一樣 那當然現在有電影動畫 各式各樣的技巧 你那種格鬥打鬥 比如說各位玩那個遊戲 你們一個回旋梯 看起來是不是很真實 那那個是怎麼做出來 那個其實也不是去算這種動作方程 但是直接找一個人去做 找一個人身上貼著各式各樣的marker 直接一個回旋梯 你就把你的動作全部記錄下來 再把那些動作放到那個人物上面 然後將它做類似的動作出來 所以呢 你要產生真實的動作 你就要去解這些微方的事 解出來之後 你要用動畫呈現 那這樣的話才會得到最自然的效果 所以我們講的signitive computing 事實上跟電腦動畫 也有很深的關係 還有一種就是各位常碰到的 叫光線 叫rendeling 比如說你看到這一面 這一面比較光線這樣照過來 可能這一面比較亮一點 這一面比較暗 然後它又會有反射的效果出來 那請問你在電腦動畫裡面 你要怎麼呈現這些效果 那中間就有很複雜的計算的東西在裡面 有些東西 有些材質是光打進去 它會完全反射 有些反射一半 有些是不反射的 那出來效果通通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都需要這些計算的技巧 才有辦法把這些自然的感覺呈現出來 好 我把這個先停掉 接著我們看一些控制方面的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我解釋一下好了 各位看到有一個三角形在這裡 三角形會一下在這裡 一下在這裡 一下在這裡 各位想知道這是一個滑 一個推車 推車在上面 上面有箭頭 有沒有 箭頭有一個藍色的箭頭 可能不是很箭頭 箭頭代表它推的力量的大小 那我的目標呢 是要讓這部推車呢 每次都跳到三角形所在的位置 三角形在這裡 我一直推到這裡 三角形跳到這裡 我要把它推過去 那在推的同時呢 我要保持上面有一根哨把要平衡 這個哨把就是所謂的導單板 就是一根筷子 或是一個哨把 你把它立起來 這樣要保持平衡 所以呢 要不但要保持平衡 而且要把車推到你要的位置 這就是電機器或動機器裡面 常見到的控制的問題 那你可以想像 當它在這裡平衡的時候 停到這裡的時候 我要把它推到那裡 我可不可以直接往這裡推 不行 我如果停到這裡我直接往這裡推 竿子就倒下來了 所以你看 當它到 停到這裡 當它要過去之前 它一定會先從這裡推一下 你看 會從這裡先有一個箭頭 有沒有嗎 擠一下 擠一下讓竿子往這邊倒 然後這邊再慢慢把它推過去 這樣才能保持竿子的平衡 所以這個就是控制的問題 那同時也是一樣 這個最好呢 通常呢 理論上知道我要做一個實體的機器出來 你可以看到導單板在那邊平衡在上面 但是呢 在做這樣的系統出來之前 你要先做模擬 知道它有怎麼樣的動態特性 然後把這個控制器 你到底要施多大的力量 要先設計出來 才能夠讓它保持平衡 所以這個也是 在控制系統裡面常常碰到的問題 好 我把它停掉 所以剛剛那個是導單板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 這也是一個控制的問題 當然這個 這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要保持這個球 在這個桿子上面 然後有時候要推到這裡 有時候要推到這裡 那我要控制的只是一個馬達 在這個翹翹板中間 去控制它的轉動的力量大小 然後能夠讓它的球到達 我們所希望它到達的位置 所以這也是一個控制的問題 好 好 再來看一個問題是 這個我要坐下來操作 這是一樣車子 車子要幹嘛呢 它要倒車入庫 所以我可以把它拉到這裡來 好 那我可以按START 這倒進來了 拉到這裡來 倒車入庫 好 那它這樣倒的還不錯 我可以把它拉到這裡來 我可以把它拉到這裡來 然後我把它 尾部 show trails 就把它軌跡秀出來 好 就倒進來了 好 但有時候是無解的啦 就是說你把車子放到這裡 當然是無解 當然是無解 因為它倒不回去 就撞牆壁了 然後就咚 撞牆壁 那這東西有趣的是有趣在說 我可以用人去控制它 用人去開它 我把它拉到這裡來 然後 我一開始就要把它停下來 不然它會跑太快 停不下來 我要把它pause 再來一遍 太慢了 因為我只能夠把它停下來的話 我可以把這裡 這裡的controller 目前是用所謂的5Z controller 就是用某一種策略去 讓它能夠倒車入庫 我可以把它改成用人來開 那我的方向盤就會在這裡 但它因為現在太快了 譬如說我現在直接 就直接去撞 因為我這完全沒有打方向盤 但我根本來不及打 所以 所以等一下我想一個辦法 我把它 轉一個圓線走到這裡來 讓它可以停下來 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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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打方向盤 譬如說我打到這裡來 這是往右 往右 然後 它在這裡轉圓圈 但這是其實太 這個電腦跑太快了 所以我稍微 稍微 越轉越大圈 越轉越大圈 我完全沒辦法開 這種 瘋狂的賽車 開這麼快 完全沒辦法控制它 但是 好 我可以 好 我可以把它 把它軌跡秀出來 你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把它立刻改成 用電腦來開 開進去 開進去了 這個也是 一個有趣的應用 這也是控制的問題 基本上也是一個控制的問題 就是 讓你能夠 針對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去 開車子 讓它能夠倒車入庫 這個demo實際上是我寫的 在十幾年前寫的 那時候還在Messware那家公司的時候寫 因為那時候電腦慢的不得了 所以我可以在那邊慢慢喬 它 喬一下 它開始轉彎了 然後就這樣喬喬喬 這個就把它開進去 就好像在玩電動一樣 但是現在實在沒辦法 電腦在跑太快 所以就 一下就 這到底 但是這樣也可以讓各位知道說 你可以 寫一些程式碼 去控制這輛車子 然後去評估它到底 開進來 它的 開得好不好 然後 尤其是說 這邊還簡單 這邊完全路上沒有任何障礙 各位知道 真的要倒車入庫的時候 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說 碰到那種大拖車 有沒有 有兩節 前面一個小車頭 後面一大節貨櫃 那種要倒車進去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都要有很多的經驗 有時候那個拖車在倒的時候 你看它一邊抽菸 一邊在那邊看看 一邊在嚼檳檔 事實上都是有好幾年紀念 才有辦法把車子倒進去 那怎麼樣說能夠讓電腦來取代人 然後能夠做到倒車入庫 尤其真實的情況下 可能上面還有電線桿 還有幾顆石頭在上面 只要避開那些障礙 然後能把車子倒進去 這實上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 好 我們還有幾個demo 我想我就留著以後再繼續demo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太多了 那在結束今天的課程之前 先看各位同學還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我可以幫各位解答 我可以幫各位解答 好 如果沒有 來 同學 那個有各位教學有什麼困難 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們有一定你挑學要買的教科書嗎 就是老師有沒有另外的講義 我也會有補充的講義 那要買不買是誰你們 我沒有的時候強迫的時候 我一定在檢查每一個人有沒有教科書 沒有這回事 對 你如果說有學長學姐可以介紹 那通通可以 你的兩個人要一起看也可以 這個看你們自己 那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是老師上課的時候 課本的重要性很高嗎 課本的重要性很高嗎 我課本大概第一本會教大概90% 第二本大概會教60%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因為有些東西太簡單 我不需要教 像你教什麼 什麼for loop for item 1到100做什麼事 那個根本就不用教了 那個是要讓你們自己看一下就會 那第二本會教比較多的技術細節 有關於d square estimate等等 那些怎麼樣用mative去做內插法 做最小平方法等等 那個會在第二本比較多 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我比較想要 我的問題比較想要問說 就是你剛才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會不會講說 就是這一段是在課本的哪一段 自己看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上課的時候 會變成說 如果我們沒有一本課本在前面的話 我們會變得很跟不上老師的事情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甚至有一些說 這個太簡單了 你們自己回去看 那你隨便找個同學介紹看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當然 基本上課本裡面重要的東西我都會講 至少要讓你們能夠完成你們的作業 那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來 還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囉 有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 得到幾乎 我們是要看多多少 我會想看多一點 你親自的感情 我們可以說